改變我一生的一段感情 呃 我想一下喔 呃 各位L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王靖 我今天要來參加 L Casino的偷牌活動 等一下你們牌會不會太大 改變我一生的一個小習慣 我從小的時候 就非常喜歡在睡覺的時候 捏枕頭旁邊的腳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緊張的時候 得我有這種小方式 跟自己對話 改變我一生的一個決定 應該就是當演員吧 我覺得當演員之後 我的人生變得非常瘋狂 跟荒謬 但我很喜歡 改變我一生的一段感情 呃 我想一下喔 呃 如果要說就是真的 大車大霧 應該是 剛進這圈子的一段感情 那時候學習到了很多教訓 很多事情好像 不是你一開始看的這麼美好 一定要好好保護好自己 簡單就是 就遇到一個渣男就對了 改變我一生的幸運物 我覺得應該是堪吉 因為我遇到他的時候 剛好是 就是我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然後他那時候他也沒有好哪裡去 渾身皮膚病啊 什麼什麼幹嘛的 在我們成長的路上 我們應該是彼此很好的夥伴 大家有時候 其實蠻常會惹毛我的 希望他可以再加油一點 今年會改變你的一場 沉浸式展覽 即將登場 請鎖定L Taiwan MING PAO MING PAO